大家好,我是若日 今天看到了自由亚洲的一个报道的题目叫 宛如地狱 康明凯谈在中国遭囚禁1019天 这个事情如果在前段时间 前几年如果这个事情他出来谈的话 可能相对来讲对中共经济的冲击还能稍微弱一点 但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 他出来说这个事情 就等于说是对中共的经济打击简直太大了 为什么呢 咱们一点来看 先说他这个到底说了什么具体内容 简单讲 9月23号这天 曾被中共拘捕囚禁 招过1000天的这个加拿大原外交官康明凯 首度披露了在监狱中遭到的这个痛苦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 就是说康明凯在中国的这个遭遇的引发了舆论的这个关注 现在很多人都在看转这个事情 那据他遭受了怎样痛苦的经历呢 那这里面报道说 联合国的标准是单独求禁 不超过15天 超过15天就被认为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伤害啊 但是这个康明凯呢 在那里面待了近6个月啊 你想想那种痛苦啊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然后呢 就是说二 他这里面讲 2018年12月1号 加拿大应美国司法护助要求 而拘捕中国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然后呢 中方随即在12月10日拘捕了在北京的康明凯 这个事情大家就可以看了 中共他就是非常的这个无耻嘛 对吧 就是欲加之罪和患无辞嘛 然后康明凯说 在被捕当时 他正和已经怀孕六个月的伴侣回到家 完全没有想到 之后1019天 他都无法陪在伴侣身边 看不到女儿出生的那一刻 你想想 这个事情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会多大 然后呢 说当天被拘捕后 康明凯将近六个月都被单独囚禁 然后他说 那是人生中经历最折磨 最痛苦的事情 是完全隔离和每天六到九小时 无情审讯的结合 一直持续着他们试图折磨恐吓 强迫你 让你接受他们错误的说法 让你承认有罪 你看这种状况 大家想一想 所有的这些外国人 听到这样的消息 在今天这个时间点 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对吧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 然后说单独囚禁的房间里 看不见阳光 但是日光灯却24小时亮着 大家去想一想 然后2021年9月25号 就是孟晚舟被放 然后康明凯和另外一个加拿大商人 也获得了自由 你看中共他就是这么无耻 你知道吗 他就是要这样报复 但是给人家造成了多大的 这种痛苦和伤害 是吧 就很多外国人 他即便不是康明凯 他想到这一点 他在中国 他都得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 它大呢 它影响会冲击 会非常剧烈 大家想想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日本的男孩 在深圳的事情 现在这个状况 引起了巨大的冲击 想想都非常可怕 对吧 比如说给大家念一念 这个冲击就是什么 因为不断蔓延的仇日情 我看到XPIN的人这么说 松下三菱等多家日本企业 500强开始组织员工及家属 撤离中国 松下为回国员工提供机票 等各种补贴 三菱在中国的日本员工 集体申请回国 集体申请回国 还有上百家在华日期 紧急咨询 法务咨询 关于关闭注销 在华日资企业事宜 很多中国律所相关业务暴增 据国际媒体预计 日资撤离中国将掀起历史性高潮 欧美韩台企业将根据 中国失业将空前恶化 是吧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 整个中国国内的这些外国人 外企已经是战战兢兢如履波冰了 像潮水一般在大规模往出走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康明凯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出来说他的遭遇 1019天 关着6个月 大家想一想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对吧 可能没有经历过人 真的很难实际去感受那种痛苦 他这里面 所以说自由亚洲说了 宛如地狱 这种情况 见不到自己的亲人 见不到自己怀孕的妻子 见不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然后纯属 他就是一个栽赏陷害 对不对 要不怎么可能跟孟晚舟时间那么吻合 是吧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情况 再说一件 这个事情 如果几年前 他刚出来的时候 说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点 说这个事情 它就起到了一种巨型的 巨大的催化剂的作用 对吧 你先想 你要是外国人 你在中国会怎么想 赶紧走吧 一刻不能呆了 包括前段时间 这个韩国的那个足球运动员 在中国的那个遭遇 也是强迫你认罪 对不对 他到韩国来 我看好像都哭了 就真的委屈都不行 受不了那种折磨和这个痛苦 也是中共拿他的妻子孩子 去威胁他 让他认罪 这就是中共 这一系列 大家看到的这个事情 包括前段时间 对台台湾人判刑九年 等等 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 如果还有哪个外国人 或者外国企业 觉得在中国 要继续待下去 在中国很安全 在中国还能赚到钱 那真的 我也说不了什么 对吧 那是人家的选择 但是我想 几乎大部分 或者是绝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 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九的 这个外国企业 大家基本上都看清了 对吧 各种各样的事情 中共的无耻 是一方面 什么所谓的反间谍法 什么反台独法 等等 这样的事情 中共要是看你不顺眼 它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 对吧 它可以找出 任何一种 那样的无耻的手段 然后把你抓起来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非常真实的 在中国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现状 不仅仅是中共了 对吧 现在很多底层民众 他们在中共的 这种洗脑宣传的教育之下 他们对外国人的 这种仇视 特别是现在 很多人穷到 一定程度了 他不一定能够认清 中共的这种本质 但他可能会把这种仇恨 延伸到一些外国人身上 大家越来越明白 这些事情了 是不是 怎么办 赶紧走吧 那走了以后 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中国现在经济 都到了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现在习近平也是真急了 急的不行了 能感觉出来 昨天央行 我也做了一期节目 央行就推出那些政策 又是降利率 又是降首付 对吧 又是降低准备金等等 然后还要就是说 用一种其他的方式 给一些券商 给一些保险公司贷款 让他们去到股市买股票 就是股市楼市都已经要坍塌了 金融体系也要不行了 现在大家知道金融体系 银行体系 将近4万 上半年4万人赤字 对吧 包括1100多高管辞职 这还只是一部分 对吧 很多人想辞职 你还辞职不了 所以整个的这个情况 已经是一塌糊涂 习近平已经非常非常着急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一直强调 外资 它就是中国经济的水龙头 它就是水龙头外资 你把外资 对吧 撤了 外资都走了 又把水龙头给关上了 那天外资 不仅仅是关上了 把水龙头给卸了 然后把水龙那个管 跟水龙全都给磨上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说中国的经济 未来会是一个 什么样子 对吧 总有人说 你说的太夸张了 对不对 你这题目 怎么怎么样 反正我的感受 现在就是很多很多 这个事情 它就都赶到一起了 就一件接着一件 一件接着一件 每件事情都非常非常巨大 都在快速的 使整个中国的经济局势 不断朝着那种 最不好的方向 恶化的方向 在快速的推进之中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在整个中国社会 非常真实的现状 但是习近平 还能有什么办法 他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对吧 他自己加速是一方面 他这些年 不断的推行战狼外交 不断的去给民众洗脑 形成的恶果 就算是习近平 他自己不去加速了 那么外部的环境 他也在一点一点的 不能说一点也在加速的进行当中 对不对 很多事情他就是这样的 他就聚集在一起 你说他是巧合 反正他就聚集在一起了 你说康明凯 他怎么早不出来 晚不出来 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事情 值得我们去深思 我们也要密切的 去不断的去关注 整个中共的走向 还有习近平的状况 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 整体的这集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